將三民壽星丟入魚池後發現同伴溺水了 恰天到了也宣告正式進入溪水高峰期 但台灣水域多有湍急河道與暗流常常發生溺水意外 尤其青少年學生因疏忽從事危險水域活動 發生的意外為最大宗 因此體育局與消防局攜手舉辦水域救援搶救演練及各項防火防災宣導 讓防溺自救觀念扎根 就是希望說可以給市民朋友們更正確更安全的一個運動的一個觀念 那不只可以讓他們可以在水上的一個運動中 他們是非常的安全 那在面對到可能有需要救援的時候 水上救援的時候也不會冒然的下水 那給他們非常多的一個正確的一個救援的觀念 很多民眾看到有人溺水第一時間都會想直接下水救援 但常常忽略自身的水性是否良好 以及水域環境的安全問題 消防局提醒大家 如果遇到水域求救請盡量以岸邊行動為主 並呼叫119救援千萬不要逞強下水 萬一如果發現溺水的情形的時候 民眾主要要以岸上救生為主 千萬不要冒然的下水 那我們也配合了民間救難團體 包含我們的水上救生協會 還有這個迅雷救援協會 來一起來辦理這一次的一個救援演練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一個靜態的宣導 那宣導攤位裡面我們有教導民眾 如何一些這個相關的一個用火用電安全的一個嘗試 還有一個防範溺水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消防嘗試 夏天玩水非常消暑 但消防局同時呼籲民眾選擇安全 並有專業救生員的水域遊玩 千萬不要冒險前往危險水域吸水 拿生命開玩笑 記者賴瑋依同樣報導